七十九歲的陽性男騎士騎機車載著五十三歲的周星富人 到路口的時候看了一下右邊 卻沒注意左邊 結果往前騎的時候 一輛客運就從左側重撞上來 強大的力道讓陽性騎士被撞到連人帶車 騰空飛起 再撞上客運當風玻璃後 摔落地 後座的富人也受傷 客運駕駛趕快下車看 附近的民眾也過去幫忙 附近的民眾說這個路口沒有耗置 經過的車輛車速都不慢 而車禍現場是在零件原掌箱 和平國小旁邊 被撞的機車零件散落 客運的擋風玻璃 也被撞成直竹網一樣 被撞的機車騎士 更因為傷勢嚴重 鬆意不治 警方調查 肇事客運是學生專車事發當下沒有載學生 司機沒有酒駕而被撞的陽性騎士和坐在後座的中性富人都是務農的農夫 因為住在附近才會一起出門工作 沒想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車禍 婦人還在醫院治療 陽性騎士則是傷重不治 華視新聞類學楊宗穎 吳建宏 雲林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